你好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花联县议会今天进行了议员的县政总质询 黄令兰是提出了多个议题 强调200年才一次的日环时 县府观光处与农业处 应该结合南区的各个乡镇扩大的来办理 让观光客能够感受南区各乡镇的农特产品的行销亮点 而农牧用地的使用以及申请的方式 希望能够给予农民更多的资讯 部落封年季即将的到来 希望原民处能够尊重议员与部落之间的关系 切勿分化 花联县议会今天进行议员县政总质询 黄令兰议员是提出了多个议题 强调200年才一次的日环时 县政府观光处与农业处应该结合南区各乡镇来扩大办理 让南区的农友参与这一次的日环时行销活动 并且帮当地的农特产品整合 在活动当中扩大观光的亮点 那么办这活动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也联络 也可以跟把这个当地的乡镇公所 四个乡镇 瑞瑞乡公所 玉里镇公所 卓西乡公所 副里乡公所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呢 推出去 让大家毕竟195年才能看这么一次 那么我们看了 我们这一辈子就看这么一次 所以呢应该让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人来临近的乡镇的人都来参加 大家一起共襄圣局 那这种这么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不让多一点的人来参与 多一点的人来欣赏 那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要跟农业跟观光一起来结合 而农牧用地的使用以及申请方式 希望能够给予农民更多的资讯 才不会让农民不了解如何申请 反而触犯了相关的罚则 水土保持呢就是在100公尺以上都是山坡地 那么我们前线 尤其我们副里乡 几乎都是90% 都是100公尺 位在100公尺以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水土保持这一块呢 希望我们农业处能够去加强的一个宣导 让我们的民众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去申请我们的农牧用地 要做一个申请 检疫水土保持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 要备什么样的一个资料 那么我们在两公顷以内 为什么我们送到县政府来之后 都会有被打折扣 核准的一个面积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也希望说我们农业处 能够让我们的农民们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 他们切身 他们非常需要的一个问题 而部落丰年纪即将到来 他也希望原民处 能够尊重议员与部落之间的关系 切无分化 我去年刚从乡长的职务卸任 我是新任的议员 但是去年的丰年纪 为什么你到副里去之后 县长都会去 但是 县认为你刻意了 你非常刻意的 不通知我 这是为什么 我还当下 打了两次电话给你 请问处长 你是在分化我跟族人的感情吗 你在分化我跟族人的感情是不是 抱怨不是啦 不是真的 我跟议员说这件事情 我跟您抱歉过 那当时真的是因为 您也晓得 那个部落丰年纪期间 有的时候 一天有很多场 是我个人的疏忽 没有亲自跟议员联络上 真的非常抱歉 记本席知道不是这个样子 你往年好像对其他议员不会这样子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